那个关闭的那个按钮的话 我是建议这样 你就把这个有没有 复制这个 拖拉加Ctrl 键 有没有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它名称叫CMEM8-2 上面的名称的话本来叫新增 你就把它改什么 改成关闭 比如说我今天要增加一个 就是要关闭的一个按钮 这个关闭的话很简单 程式该写在哪里很简单 点它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你写一个Sub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程式写哪里 就是写在按两下之后 自动产生的这个Sub里面就好了 那程式呢 直接就写在Sub跟Sub中间 关闭的话呢就是什么 UserFORM UserFORM 1 点什么 点HIGH就好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写完之后 把它执行 当然你就点两下回来 OK有没有 然后执行它 关闭 对不对 关闭了 UserFORM就 把它关闭了 当然这个功能 看你自己要不要再加 反正就是 类似的这种方式 点两下 程式起来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功能 已经写好了 OK 那比如说我的需求 刚刚这个延伸 关闭 这个你 待会自己再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 我们需求 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这边填完的资料 自动帮我填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另外的话 程式应该写在哪里 OK 大家知道一些要领吧 反正就 甚至以后固定一个SOP吧 你要做个表单 1234567 这样就OK了 那你反正照着做就好了 最简单的 完全不需思考 所以其实程式也没那么复杂 只是说 是人把它变复杂 对 我是希望 像我自己是希望 信仰就流程越简单越好 反正我以后就记1234567 就OK了 然后在细节部分 再可能再注意几个地方 就没问题了 就每次都照着这样做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设计师也蛮好混的 就是你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你大概已经有固定流程 那个 比较资深的老鸟 甚至每天就 装忙的比较多 其实也没那么忙 不过前提大概是你要有 有那个固定的一个流程 OK 怎么做 首先 1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以后呢 填完资料 这个东西的话呢 名称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 Text Box 1 Text Box 2 如果你刚刚按照顺序放的话 就是Text Box 1 Text Box 2 到3 4 然后这里面的资料呢 要把它放到这里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叫Sales的第几列? 第8列的A栏 对不对 但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我不是有追踪吗 对哦 追踪到之后加1就好了 那也许加1的时候 我可以把追踪到加1之后的那个池 丢到一个变数叫R 那Sales呢 Sales刮虎第R列的A栏 就放什么 放Text Box 1 里面的Text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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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萝卜的坑 这样OK了 程式该如何撰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大概有概念之后的话 1 程式写在哪里 请各位注意 如果是按钮的话 请你点两下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Sub 那它的那个Sub叫什么? 它那个控制项的名字 它的Name 就是Command Button 1 底线Clicker Clicker就是一个事件 就是当这个Command Button 1 被点一下的时候 那做什么事情 OK 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请你帮我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 哪一个呢? 这个里面的东西 这个叫Text Box 1 里面的值丢到这里来 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特别所以我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把资料复制到哪个地方的话 中间一定有一个等号 等号的话有点像是赋予 把后面的东西复移到前面去 那我要前面是放到哪里? 所以我应该前面这边应该放这个 那这个的话叫什么? Sales 我先输入8好不好 不过这个8应该将来呢 应该会修改的 哪一栏呢? DA栏 有没有 放什么东西呢? 放我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Test Box 1 里面的资料叫.test 所以呢我就什么? Test Box OK 大小写没关系 你就打一个Test Box 1 点什么? 点test 这样就OK了 意思是说我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帮我放在这里 那可是问题 这个8的这个数字将来会变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追踪的方法 还记得吧 R等于什么呢? 向下追踪直接从A1好了 Range的A1 向下帮我追踪 点什么? 点end 然后前刮虎 看到? 向下的话S了 当 点Rule 然后把它什么? 加1 为什么加1 因为我是追踪到的下一列了 OK 所以 再来就是把这边改成R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道理哦 如果说我今天呢 不是只有1哦 我还有2嘛 这边就是2 不过特别注意哦 刚刚那个顺序哦 如果你有删除掉的话 重来那个顺序可能就不是2了 可能变成3、4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我这边是刚好1、2、3、4 那我就怎么样? 1、2、3是刚好放在A、B、C、B嘛 所以那个关系就是这样 直接就写一行之后 直接Enter 然后怎么样? 把这边复制一下 Ctrl-C Ctrl-V 然后把这边改成A、B、C、D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这边改成1、2、3、4 这样不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了 OK 只要你关系没有做错的话 那理论上这样就写完第一阶段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输入什么? 输入A、A、A Enter 输入 反正随便输一些资料 然后按新增哦 它会不会放过来呢? 证错一下 打错了 这边稍打了 OK 应该是A1向下追踪 只有打到A而已 OK 好 执行 你们发现 这四个呢 就被复制到这边了 那再来还有呢 那这三个怎么办? 这三个的话理论上 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可以把公式丢到这边来就好 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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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你会发现哦 当然 除了丢公式之后 还有别的方法 OK 不过我发现哦 诶 好像丢公式最简单 那可是这个公式呢 你会发现哦 这边应该是第八 对不对? 可是这边丢不来的话 变第七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七 七改成什么? 改成R就好了 诶 有没有 所以哦 做法上面的程式该如何写呢? 很简单 这边Enter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有没有哦 然后就贴上 一样双引号 我们用丢公式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C D E F G 然后就把这个改一下 E F G 给什么呢? 给那个公式 那公式部分的话 如果刚开始不知道 没关系 就把它复制 取消 贴过来 贴过来 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这边也是一样 把它复制 贴过来 不过贴过来的话 一样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记得要把它夹 再夹把它夹 或者你用什么 祭祀本 里面 再去把它取代 不过因为只有四个 我刚才直接这样贴了 这个好像比较多 这个可能就没办法 这个可能还是要用 那个祭祀本来取代 比较安全 否则的话 你要从头 再去 找到的话 可能会 比较容易做错 因为之前 我就是一个慢慢改 后来发现 好像用这个方法 比较一劳永逸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有没有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的话 把它复制 然后一样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好 但是呢 这样执行过去的话 全部都是七 有没有 都是七 怎么办呢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怎么样 刚刚才讲过 就是把它什么 这个七 变成什么 对 变成R 你刚刚把它变I了 所以就哪里有I 没有I吧 那怎么放呢 很简单 算号两个 一到中间 AND 一到中间 加个R就好 然后呢 空白 那底下的话 就 都是七 对不对 交给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跟它复制它 对 然后呢 只要把七盖过去 盖过去 比较快 当然你要慢慢弄一个 可以啦 就是说太多位时间 交给七 把它盖过去 这边OK了 这边的话呢 也是把它贴上 这边的话呢 比较多个 贴一个 贴两个 贴三个 应该之后贴哪里啦 有没有 哪一列 都是大概17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 乘4就有大公告 我们还在试一下 接下来的话 把这边再删掉 启动表单 来输入看看 新增 有没有发现 全部出来了 但是这个小处点 没有取到小处点第一位 这个可能自己再加工一下 也许就把格式全部都改一致 或者是其他方法 至少呢 我们目前看到的结果 应该是符合我们要的 1 有没有 2 3 有没有 这个前四个栏位跟后三个栏位 那就自动产生了 但是还没完 我必须怎么办 把这些删除 游标放到第一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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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話還有什麼? 游標要幫我放回到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的話是什麼? Testbar 1 游標放回去是一個動作 點什麼呢? 游標放上去叫 set focus set focus,set的一般就是修改 修改它的游標,幫我把游標放回到第一個去 OK,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陳色寫完 上面這四個是輸入我們原來的四個文字方塊 後面三個是藉由丟公式的方式來產生的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清除裡面的資料,游標放回去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啊? 慢慢習慣,其實說真的沒有很複雜 主要是控制項的基本的操作 最好是上面再加註解,好像在雲端上我有放註解 你可能就是這個是第一步 第一步的話就是一個單引號開頭 一輸入資料,二的話是清空資料 三的話就是游標再放回去 最後的話我們來試一下,這邊把它再清空一下 再執行 然後輸入AAA,Enter 這樣的話,輸入完之後呢 它會幫我填進去,清空游標放回去 有沒有,清空了 游標再放回去 那我就可以再輸入BBB,Enter 有沒有,好方便 馬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然後按新增 又OK了 有沒有,很複雜嗎?好像沒有吧 OK,我沒有弄很多東西,程式也沒有幾行吧 這樣子的話,就已經可以拿來做一點事情 只是說還有防呆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你現在按新增會怎麼樣? 掛掉 因為它根本沒有輸入,你怎麼讓它掛? 壞了,所以一定要防呆 什麼叫防呆? 它如果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趕快擋下來 不允許它有什麼 0到100之間的數字才是正確 不對的擋下來 諸如此類的 你就把那些防呆列一個清單 全部擋下來 一勞有力了 所以待會再來看防呆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德化雲端上應該我有把那個 這個程式應該這邊有 剛剛做的,啟動表單剛剛也有 有沒有,1 1 2 3 4 有沒有 程式在第三頁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程式不多 非常簡單 OK 可是我們那個程式都是寫在裡面 就是動講的,不是寫在模組 對 不是,不是,不是,不能寫在模組 特別是喔 寫程式的地方一定要再新增點兩下 就寫在表單裡面 不能寫在模組喔 OK 這個跟模組沒關係喔 像之前的同學就把程式寫在模組 哇,奇怪怎麼不會動 對,很抱歉 表單跟模組是分開的 不能寫錯位置喔 OK 記得最重要的是我們按的動作 就是那個按鈕點兩下 就寫在裡面就好 OK 好 對 OK 好 OK 谢谢大家